台湾3D的华人社会是不是在教育上都有一个现象 就是喜欢超速 例如小学的时候最好能够先开始学中学的课程 还没进高中的初中最好 对高中的课程已经很熟悉 那更进一步的是幼稚园超车学小学的课程 现在中国大陆定了一个很严格的教育法规 不准幼儿园偷跑教小学课程 很多家长的反应不是高兴 而是忧心的不得了 一样就是那个成见输在起跑点 中国大陆再修订学位法 凡是用AI代写论文的一概撤销学位证书 而香港大学是禁止半年后为CHAT GPT开绿灯 宣布这学期开始 每个月能有20次有限度的使用AI 报道一开始我们先看好中国北方 我们看到了因为要开学 但是因为洪水 北京有61所学校都遭到洪灾 是否已经修建完成 教室重新粉刷 操场淤泥也要清理干净 教具设备全部换新 8月初大陆北方洪灾 受灾严重的北京门头沟区 有61所学校幼儿园不同程度受损 开学在即 学生们即将返校 得赶紧修缮完成 了解他们上学交通问题 同时呢也了解一下咱们孩子那个受灾的一些情况 市长也一一走访受灾学生家里了解情况 确保他们在9月1号都能如期返校上课 房铺也已经全部到位 电子白板呢今天到位 连夜呢就进行安装 其他玩教具呢在9月1号之前也都会全部到位 北京河北灾区已经宣布9月1号所有学校能按计划开学 而在吉林书兰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则是早就开始上课 现在呢暂时把幼儿园放到了我们学校的教学楼二楼 幼儿园所有的老师和孩子们每天呢能够正常的上学 位在吉林书兰的这所学校 操场都还看得到工程车在施工维修 校方照样开始上课不耽误学习进度 不过新学期开始大陆官方可能又有新规定 草案还明确幼儿园应当根据学前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和年龄特点 科学实施保育和教育活动 不得教授小学阶段的课程内容 北京正在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提出审议多项草案 打算拟定学前教育法 其中禁止幼儿园偷跑教小学课程 消息一出大陆微博上掀起讨论 新闻媒体访问不少家长也是意见不一 他要是上学很认词的吧 肯定是不敢跟不上吧 那孩子都在外面学 那咱们要不学肯定上学就跟不上了 看起步吧 如果说大家都同意有起步点 我觉得还可以没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在小学学更好一点 小时候让小孩有个更快乐的童年 有家长担忧课程通通挤到小学 教学步调太紧凑 孩子一下子无法吸收 除了学前教育法 官方还打算修订学位法 内容包括一旦使用人工智慧代写学术论文 将被撤销学位证书 生成是人工智慧兴起 在香港就有小学应用CHED GPT 让学生向电脑朗读英文单字句子 之后城市会给予评分 甚至用CHED GPT 那会用得好一点的词会吗 用一些很好的字 我们平时可能少用一点的字 改到它好 我们看上去 哇 这些英文真的很好 但其实小孩的程度 它是不是match回它的能力呢 CHED GPT 应用在教育上似乎无可避免 但又可能造成无法辨识学生真实能力 香港大学今年2月时 就曾禁止学生使用CHED GPT 否则是为抄袭 但相隔半年后 宣布这学期开始允许使用 港大最后妥协 允许学生每个月能使用20次 像CHED GPT这类的 生成式人工智慧工具 自寻选定要在何时 在哪一科别使用 但同时要标明应用来源 我们不想有日同学 只是你问他一个问题 他问CHED GPT 然后他就原汁完美 这样给你 那就算了 其实他们要理解 还有他们都要知道 究竟CHED GPT 给他的答案是对还是对 譬如今时今日是有计数机 但如果你真的要由头学 加金性取利 生成式人工智慧 应用在教学领域 界限在哪 师生都还在摸索 大陆官方将立法禁止用于学术论文 就怕生成式人工智慧造成学术 抄袭外风 TVBS新闻综合报道